KD就好 别太认真 不正经Podcast K你看这个月饼 这个是大富翁 我们的Potly的月饼 等一下我看一下 哇 你看 很贵 你可以先不要让他看价钱吗 你可以先看一下 他的内容 看一下他的产品 看一下他的特色 你这个精打继算的家庭主婦 我跟你说 结了婚夫一样 everything都是金钱金钱金钱 但是你看这个真的很好玩 OK价钱是比较贵一点点 逼近一百块钱 但是他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大富翁月饼 可能大家没有看过吗 对不对 他这个月饼的话 他的盒子是以Monopoly为主题 然后他的盒子的话 你是可以打开来 然后就变成那个Monopoly的棋盘 这样子的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真的玩大富翁这个游戏 而且他特别还有 像骰子啦 游戏钱币啦 然后还有上面的那些房子啊 车站啊 都有呼应这个甜品的主题 因为跟这个月饼啊 甜品有关嘛 对不对 虽然他有什么Gobishu 带路啦 或者这是Lauren Cranberry Online 来啊都有 很特别 这样我不会去 Toys R Us买一个新加坡Edition Monopoly 30多块就好啦 然后我再去买我家楼下Bakery的月饼 那边吃也OK啊 我何苦呢 OK是这样子讲 但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 它特别就是一个 特别节日嘛 很多商家就会搭着这个 然后趁这个风潮 大家会开始买东西啊 吃东西啊 所以他是try to promote什么 Family Harmony啊 大家一起来吃个月饼 一起来玩game啊 对啊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新奇的东西啊 你看到你觉得很特别的话 你就想买啊 像这个的话 新加坡的另外一个厂家 他们特别推出的 东南西北月饼 所以你知道那个麻将牌吗 当然 他就把那个包装弄成 就是东南西北 像那个牌子这样子的 有咩 在哪里我看一下 对 为什么他不要有做一set麻将呢 那个我肯定买啦 那个也太多了 那你会多一set啊 你要多少个麻将朋友 我们通常都做一set了 为什么这个东南西北 不可以做一set OK我等你去做 还有特别的啦 像这个什么 这个是有点像那个玉兔 玉兔形状的月饼也有 然后也有人做那种 哦这个是Star Wars的月饼 哦 my god 等一下 我再看那个刚才你跟我讲东南西北那个 对 好贵哦 哦 哦 那个超过一百块 哦 my god 你叫我买这个东西 我担心你老公会来杀了我 我担心你老公会来杀了我 会会 煮饭钱都花在这里了 哈哈哈 天呐 OK来我们来看玉兔 刚才有什么玉兔 对还有玉兔的月饼 也是很特别 它这个形状就真的也很像玉兔 然后还有小小的那个 玉兔的尾巴 然后还有这个是Star Wars的月饼也有 哎呦很可爱哦 Star Wars主题 嗯 OK啦好看归好看啦 这些棒好不好吃啦 不知道 有咯 不知道 但是月饼就是这个样子嘛 因为大家可能月饼也吃多了 看多了 你这几乎我们华人啊 每一年都会吃月饼 可能有些人即使没有吃到月饼 也会看到月饼嘛 对不对 是 走到哪里进到哪个shopping mall 你会没有看到月饼的 不可能 一定有月饼 不过我觉得月饼账价了耶 哦是 现在越来越贵 你这样子跟我提的那几个 然后我就看了价钱 有点夸张耶 哦是是是 诶不止我们新加坡哦 其实国外也在账价的 像是中国的话 其实OK 中国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中国前几年哦 他们都有那种什么天价的月饼 一直吸引大家的眼球的 像有些月饼啊 它就是有特别的食材在里头 像是燕磨的月饼啦 燕磨月饼 对 然后有时候还会搭一些什么红酒啦 人参啊 sorry 小家电啊 你不需要人参 就月饼就月饼 你干嘛这么补啊 哈哈哈 啊 i cannot match 你又甜 然后又苦 又有点 干嘛 我跟你讲 你可能不会欣赏 但是你想想那种什么 大生意人 可能要送一些礼品的时候 哎 这个月饼啊 送给你 没有气派 哎 我今天送你的 这是人参月饼哦 让你补补生子这样 很多的那种有钱的富豪什么的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很有趣 我也想让你来try一下 所以其实中国前阵子的话 很多年前他们其实很流行这种天价的月饼 还有搭什么小电器啊 家电啊 还有搭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有 你想象的到他们都会搭上去一起买 搭家电 我买月饼送家电哦 一起咯 一起咯 一个整个包装咯 一整个package在一起 但是现在是没有了 因为现在就是中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是像这种月饼啦 粽子啦 不可以超过五百块钱 新币 人民币 不能超过五百块钱人民币 就是不可以超过新币差不多一百 对对对 左右左右 因为他们就是希望控制这个价格啦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网络上 很多人在卖的时候都是卖四百九十九啦 四百九十九块九啦 九毛九 都是这个样子 你随便上网去找 在那种电商品牌 平台上面的话 四百九十九到四百九十九块九毛九的月饼礼盒的话 一千六百多个 这个商品的链接 很多 但是这些商家其实也是很聪明 因为他们知道说 如果说 今天他想要卖过一点点的东西的话 他还是要能够补得上嘛 对不对 所以他虽然那价格是四百九十九 但是他有那种运费什么啊 可能就会到六百块钱这样 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他的运费比月饼还要更贵 月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这就出奇招啊 出奇招 哈哈哈哈哈哈 算了还好我不住在中国 哈哈哈哈 那我会哭 我的钱全部在运费 疯了吗 为了一个月饼 我不会自己费哦 哈哈 这些都是天价月饼啦 但是我们讲到一些平常月饼的话 其实价格也是在上涨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应该有感受到 那个物价上涨的那个压力吧 有啦 我最近去了一个很高级的酒店 然后想买月饼 impress我的月母 是 是月母 mother in law no it's not what's the term 月母 月母 啊算了啦 mother in law就对了啦 总之我就是要impress她啦 那我看到那个 那个酒店 他出了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月饼 就是14个小月饼 然后中间也给你一大片 诶我这样讲 大家知道是哪个酒店的吗 哈哈 总之他就是一个很夸张的 一个月饼 很大个的 对 然后我就问 诶这个 这个多少钱啊 他跟我讲 oh miss this is about 200$ 不懂多少钱 我就 我讲 蛤 我喊很大声 在那个酒店 我讲 蛤 this thing is 200 plus dollars 他讲 yeah this is from our famous chef 中间那一块里面 有八个鲜蛋王 我讲 哇 before我吃 我应该进医院了 我讲 不是被那个价钱吓死 是被那个八个鲜蛋王 鲜蛋王吓死 我觉得他听到你非常失忆的这个反应的时候 他在想说为什么有人这么直白 哈哈哈哈 没有需要他知道 然后他就可以跟他的 他的那个公司反馈 跟他想说 其实这个价钱有点太天价了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target你这种人 什么叫我这种人 hello ok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不是要针对这种就是 平民百姓吗 平民百姓 他可能针对的就是那种有钱人啊 这种有钱人可能对他们来说 两百块钱的月饼 算不了什么 而且今天 只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带出去 有没有气派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两百块钱可能是我们的两毛钱 对不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两百块 五十块 一百块 就没有差别的你知道吗 要等人家收咯 叫八个 等你老公送啊 我老公送我月饼 太弱了吧 他不会送花哦 送月饼 情人节送月饼 欸 说到情人节送月饼 你知道其实中秋节 以前是跟情人节有关的吗 蛤 对 中秋节 原本是中国的情人节 ok 现在大家想象到 中国的情人节 想到的是什么 七夕情人节嘛 对不对 是啊 其实以前的话 中秋节才是中国的情人节 就是所有人 要庆祝什么爱情的节日 就是在中秋节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月圆 然后带着这个伴侣 喜欢的对象 一起在游 游车河 那是车河吗 我一脸过来游逛花园 逛花园 对对对 一起过花园 逛御花园 对是 然后那个年代还不能够牵手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就走的时候就很娇羞 然后走到一个摊位的时候 看一朵花 然后就插在你的头上 就代表他喜欢你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花插头上 现在你这样插人家以为是疯子吧 以前的年代不一样的 所以以前中秋节 真的就是庆祝爱情的节日 Oh I didn't know 因为Romantic的一个节日来的 但是现在没有的 What happened now 不懂 所以就变成就是大家去一起吃月饼啦 一起买电器 4999 对 然后就变成什么电商的那种节庆啊 可以开始有什么 太commercialized了啦 对 促销优惠 像在台湾的话 其实那个浪漫的氛围也没有了 现在你知道台湾 他们中秋节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烤肉 对 是 而且烤肉都不是那种男女朋友一起的 跟爱情没有关系的 他就是一群的好朋友 每次中秋节或者是家庭 一起坐在一起烤肉 这样 爸 你们这个寓意在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去问台湾人 你不要问我 他们没有吃月饼 他们是真的没有卖月饼的啊 台湾 台湾有 有有有有有有卖月饼 只是说他们有吃月饼的同时 他们也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烤肉 烤肉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不错 为什么新加坡没有烤肉 不知道 那么烤肉 但是其实中秋节的话 其实除了跟爱情有关 你知道还跟一个东西有关吗 什么 考试 哈 念书 对 因为这个中秋节起源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其中一个的话 他们就讲说跟古代的那种科举考试 是有关系的 像古代哈 他们每三年就有一次的那个 那种比拼啊 大比赛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要去 在月圆的时候比赛 对 是高考嘛 然后他们就是 有这种中秋节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进行这样的一个考试 跟庆祝的活动 为什么感觉中秋节有这么多事情在 在继续啊 不是情人节 就是考试 其实我有 听到另外一个story about那个中秋的 把它跟嫦娥没有关系 它是跟杨贵妃有关系 哦 他们讲说那个月饼的名字哦 这是杨贵妃取的 哦 Interesting right 对对对 这个我不知道 我其实以为杨贵妃取来吃荔枝 是吗 是荔枝吗 他喜欢吃什么好办 Anyway 就是有一次他就是要取悦王帝 对 所以有一次在月圆的时候 在吃一块饼 那时候那个饼不叫月饼 叫糊饼 哦 但是是 就是我们现在的月饼 对对对对 它以前是叫糊饼 对对对 不过糊饼很难听嘛 你一直跟人家说 哎 来来来 来来一块糊饼 是不是听起来很难听 好像糊掉这样 对啊 乖乖的 对 所以I think 就有可能那一天 月亮圆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吃这个饼 糊饼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一天本来心情很好的 听到糊饼 糊饼 糊饼 听到有可能烦了 是 所以他就很生气 啊 这么难听的名字 为什么这块饼的名字那么难听 然后 因为等于我们的杨贵妃 就很爱取月皇帝 他就说 哎 不然我们就叫他月饼吧 哦 谁就变月饼了 好了 哈哈哈 我觉得现在杨贵妃在听你这段对话的时候 她会感觉到侮辱 你在模仿她的声音的时候 你竟然用这么manly的声音 很man吗 我再重复 嘿皇帝 不然我们就把他叫月饼呗 你看 你要说 嘿皇帝 让我们把他叫月饼吧 哈哈哈 不要温柔啊 不要像是他那个语气嘛 等一下等一下 古代有讲嘿吗 哈哈哈 他跟你很熟哦 皇帝 嘿皇帝 要不要吃个月饼 哈哈哈 诶 但是月饼 其实在 呃 那种语前哦 可能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吃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它切开来 分开来 大家一起share着吃嘛 对不对 你说现在吗 对啊 我们现在月饼 对啊 因为太甜了 对 而且 啊 热量很高 而且一大个 呃 好像 就吃了非常的 太重嘛 太油腻嘛 太油腻嘛 对对对对 对 但是这个其实哦 也是跟传统有关系的 以前哦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哦 这个月饼的话呢 就是全家人要分着一起吃的 哦 分着一起吃 整个家庭呢 才会团圆美满的 这个寓意存在在那边的 所以哦 每人一份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哦 以前哦 你这个 因为你知道以前古代的时候 可能一家人哦 有些人就是去高考呢 或者是去城市工作 然后不在家里的话 对不对 他们去月饼的话呢 他们就会切成好几份 然后呢 其中一份 那个人没有在乱 对不对 留下来 给他 就不能吃掉哦 蛤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才可以品尝 哦天呐 我妈妈却没有在 练习这个习书 现在 现在没有 一口吃了 哈哈哈哈 还分享哦 对 这样一定要留着给别人吃啊 对啊 蛤 没有吃就不团圆哦 对啊 就是如果说人家人不在啊 所以你看 想想看 这个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说我们想象到是月饼 好像每次都很大 很厚 很整个非常的多嘛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自己一口吃下去 为什么不流行那种小型的月饼 一口吃呢 其实是有他的传统的寓意存在在那边的 哦 所以现在就是慢慢演变成 现在我们才有这样小的月饼啦 但其实如果是要吃大块的 是man for sharing的啦 对 是 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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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有听到 另外一个story about 中秋 还蛮interesting的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time 也是唐朝 诶是唐朝吗 我也忘了 总之他就说中秋节 唐朝人最开心 哦 为什么 他们讲每次 朝廷好像有规定哦 只要是中秋 他们会放假三天 哈哈哈哈 跟我们今天的public holiday的 意思是一样啦 It's the same 只要有holiday谁不开心 哈哈哈哈 可是杜代辣新加坡 就是没有中秋节的holiday咯 对 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们回到古代有三天 现在已经没有了是不是 对 古代 哇 好羡慕古代人哦 还有 还有假 还有假日 诶 不过台湾 台湾还是有假日的 对不对 好像有 好像有 要check一下 好像有 你看台湾有好几年了 所以就忘记了 哦 ok ok 我记得中国好像也是有 嗯 是 韩国好像也是有 韩国但是他不庆祝中秋 他们 call it true soap I think 啊 呀 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 就是有可能几天的家 在家里一起吃团圆饭之类的 嗯 因为月圆嘛 对 然后没有吃糯米类的一些食品 嗯 呀 对中秋节 对中秋节其实 呃这几年来 特别我觉得大家年纪开始长大了 呃 除非你有家里有小朋友 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 那中秋节的那个寓意 或者是那个意义 就是大家团圆的那个意思会慢慢的淡掉 但是 中秋节我觉得有的时候趁这种节日 跟家人聚会也是不错的 可以想象一下就是 每一年到了这个时间 如果说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烤个肉啦 吃个东西啦 也是蛮不错的嘛 ya 但是Provider有Holiday啦 不用Holiday 你晚上也可以有空的吧 没有啊 就好像MDB 你看一天至少有一天Holiday 我可以跟家人一起聚着 然后you know 去庆祝一个国庆日嘛 所以你要你要我 ok啦 你要我Celebrate Feminine 你给我Holiday啦 我一定可以有时间的 啊 government 你帮我一下吗 哈哈哈哈 你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King 你不给他Holiday 我怕我这个Podcast 没有办法结束 哈哈哈哈 天天就好 别太认真 无正经Podcast shhh